大家好,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人民 今天是1月20号,星期三,我是Mike 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我们首先来跟大家聊一下的是 在昨天出现暴涨的恒生指数 以及呢,现在价格再次又回升到50美元的石油价格 那么众所周知呢,在过去的一整年时间里面呢 由于疫情的原因,那各个国家虽然是经济大受影响 但是呢,通过央行放水以及政府实施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措施 使得主要国家的股市呢,并没有受到疫情太大的影响 除了在去年3月份一度是出现暴跌以外 在大部分的时间,包括像美国,像这个欧洲 即便是英国恢复的比较慢 但是呢,整体来说这个英国的股市走势 12月的价格要比1月的高 那么更别说是像刚才我们说到的美国呀 日本呀,德国呀,澳洲呀,等等 绝大部分的国家呢,包括像中国在内A50指数 在2020年都出现了比较强劲的上涨 但是呢,却唯独在这些主要市场中 唯独我们说到的香港的恒生指数 在2020年实际上是出现了下跌的 那么为什么恒生指数呢,却在2020年并没有受到这些 像其他市场一样的出现大涨 那么其主要原因呢,也是由于美国在2020年对于香港 实施了很多不利于香港股市和经济发展的政策 使得呢,在很多资金,特别是在香港市场的资金呢 害怕由于美国的制裁也好 或者说是更多的不利益消息和政策影响也好 因此呢,大量的出逃 所以说,香港恒生指数在过去的12个月时间 绝大部分时间里面呢,实际上都是在往下走 并没有出现强劲的反弹 然而,这个局面呢,从11月开始发生了巨大改变 恒生指数呢,从11月的价格到现在 已经短短两个月时间上涨超过呢,25%以上 超过呢,在其他国家任何一个产品 那为什么在短时间之内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 其实说白了,还是因为11月发生了美国大选换人的事 我们知道特朗普在11月的大选中 虽然当时并没有承认马上的失败 但是由于当时的选票已经比较倾向于是拜登会当选 因此,即便是后来这个特朗普呢 是想尽各种办法想要翻盘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能够当选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那么现在来说的话呢 随着国会认证,拜登即将当选为美国的下一任总统 而且呢,在今天晚上美国时间,拜登也会宣誓就任美国的新一级总统 那么至此呢,特朗普时代的一些政策和影响都将会在拜登时代被改变 甚至于说完全推翻 而且呢,这个金融市场包括全球的股市也认为呢 在过去两年中美的激烈对抗 也会因为,可能会因为拜登上台而暂时得到缓解 那么这个原因也是包括了A50指数和恒生指数 从11月开始发生强劲反弹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 我们也知道其实香港有很多非常高质量的公司 当时是受到这个中美 我们说的是在激烈争斗的影响 因此呢,很多的价格其实已经严重的低于他们实际价值 也就是我们说的出现了一个价值挖地 所以一旦当政策好转 或者当国际形势有所好转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的资金涌入去填平这些价值挖地 所以说从另一方面来讲 随着中美关系目前的战时缓和 国际资金包括中国的南向南下资金 也是纷纷的涌入到香港股市中 去寻找那些价值被低估的龙头股和大胆股 所以总结来看 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自然就是因为香港指数本身它的价值 由于之前的暴跌而显示出了价值挖地 第二,中美关系暂时缓和 所导致国际形势对于中国和香港偏于有利 第三,就是我们说的香港股市里面 一个主导现在的这个斗争 之前香港股市的上涨回下跌 大部分是由外资来主导 那么现在随着南下资金的越来越多 这个恒生指数的涨还是跌 未来可能将会有完全的外资主导 逐步转向的内资和外资共同来主导 这三点原因就是在过去两个月中 香港恒生指数出现暴涨的主要原因 我们再来聊一下这个石油问题 我们知道石油价格在2020年的4月底 曾经一度是出现过负数 那么其主要原因也是由于 遇到了百年一遇的 我们说的是全球疫情 当时大家都不知道 这疫情会维持多久 规害程度有多大 是不是说几年之内都开车上不了街 所以当时的油价一度出现了负数 但是从今年的情况来看 这个情况几乎99%是不可能再出现了 因为即便是再出现疫情的反复 由于已经有了去年的心理准备 所以今年大家不会那么惊慌失措 但是你要说油价未来能涨多少 这个问题就得看疫情控制多少 大家不要以为我说的是废话 那么除了疫情控制好 咱们可以上街开车之外 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就是 当疫情控制好了之后 各国的政府会实施大规模的刺激计划 这些计划毫无疑问就会有 比如说大型土木 比如说桥梁机场等等 包括减税也好 降低燃油所得税等等各种措施 这些措施都会引起对于基本的生产 生产资源和生产资料价格的需求的上涨 那么石油是属于基本生产资源资料 所以以上几点原因就是 我们对于石油价格未来 首先它不会出现复数 那什么时候能变好 能变得多好 则要看疫情控制处之后 各国政府相应的措施出台有多快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 GoMarkets每日财经快据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GoMarkets在线交易首选券商